第一時間 關時事 解局事 大家好 我是美玲 很高興跟大家見面 今天要談的第一個話題是中共20大將在10月16日召開 那隨著時間的越來越近 除了中共的總書記習近平的連任之外呢 誰能夠進入中央政治局或者說是政治局常委會 成為中共最高層級的官員 特別受到了外界的矚目 這次中共政治局會議是在新冠病毒持續遊走大陸 中共動態清零政策嚴重打擊中國經濟 以及西方文明世界發起了制裁與抵制中共滲透的形勢之下召開的 雖然中共敲定19屆七中全會和20大的開會日期 但是外界仍然質疑其安排是否能如願實現 中共19屆中央委員會總共有中央委員204名 候補委員172名 還有政治局委員25名 以及常委7人 按照規定 中央委員會的任期是5年 但是沒有明文規定委員 候補委員是否可以連任 或者連任幾屆 評論員委託認為 事實上 所有的上屆中委 候補中委都將重新洗牌 但一定要和中央保持一致 效忠習核心的中央部委 地方官僚 特別是封疆大力 變成新一屆中委或候補中委 可能性增大 於是我們才看到一些中共的省部級高幹 爭相對習近平肉麻表忠的現象 今年的最大看點是入常的人選 外界對現任七常委留任和離職的分析持續不斷 普遍認為 按照此前不成文的七上八下的規定 至少卸任常委72歲的栗戰書68歲的韓正都將出局 近期 一份關於20大入常人事方案的名單在網上流出 內容是 傳北大河會議7月初召開已經有了結果 習留任5年 李克強人大 汪洋總理 丁薛祥和胡春華進常委 這則傳言 還說是團派大勝 習威勝 那與這份名單相對應的訊息是 《香港明報》近日也爆出一份中央政治局人事名單 認為政治局委員 中央辦公廳主任 中央書記處書記丁薛祥很大可能入常 還有關鍵評論日本版8月24日發表臺灣兩岸政策協會的研究員吳瑟智的看法 即 中共國務院排行第三的副總理胡春華也是入常的熱門人選 甚至接下總理一職的可能性很大 至於中央社13日的報導 展望與探索雜誌社特約研究員郭瑞華認為 汪洋與胡春華都被視為是下屆總理的熱門人選 可是汪洋接任機率很大 雖然他比較有主見 但因為只能擔任一屆 對習近平沒有太多的威脅性 反觀胡春華則是較為年輕 可擔任兩屆總理 曾經也被視為是接班人 而且他團體色彩濃厚 不為習近平所喜 所以胡可能擔任第一副總理 好的 雖然關於中國二十大的議題沸沸揚揚 可是對受盡苦難的中國人民來說呢 似乎沒有任何好處 有位中國人在大紀元上表示 他不再關心中共的多少大 因為明白了兩件事 第一 歷史反覆證明共產主義這種病根本不是換哪個人 或者拿火人當頭頭就能治好的 第二 共產黨已不配再得到人民的原諒 未來對於中共只有清算 他強調 中國人的淚流夠了 中國人的血流夠了 中國人的苦受夠了 唯一的出路就是徹底放棄 並且解體中共 那不僅僅是中國人這樣認為 據自由亞洲電臺報導 蓬佩奧13日發布首集以共產黨不代表中國人民為題 大約是3分鐘的視頻 他在視頻中表示 中共撒的最大謊言 就是它自稱代表中國 代表中華文明 而且 中共知道這是一個謊言 如果真的認為它代表了中國人民 它就不會花費比國防開支還多的錢來鎮壓和監控中國人民 那如果真的代表中國人民 中共明天就應該舉行自由公正的選舉 但中共它不會如此行事 因為所謂的人民共和國 其實是以自己的人民為敵 好的 那剛才美玲講的是第一個話題 接下來要談的是 自8月初以來 中共接連對臺灣舉行針對性的軍演 對臺灣防衛上造成壓力 不過卻遭到軍事專家記錄共軍戰機的致命缺陷 根據美國之音報導 國防安全研究院戰略與資源研究所的所長蘇紫雲表示 共機常態性侵擾臺灣 對其後勤恐怕已經造成額外的負擔 因為共機的發動機壽命太短 也就是中國航空產業所謂的心臟病 中共雖然已經著手改善各類飛機的心臟病 可是C-919客機仍去向美國購買發動機 而且 企圖併購烏克蘭的馬達西斯公司 以取得發動機技術 顯示了中國航空業的心臟病仍然沒有根治 專精軍用航空發動機的中國工程院院士甘曉華 在2017年是坦言 中共在發動機的設計製造方面 仍落後外國最先進的水平至少是一個世代 也就是至少20-25年的時間 中國軍事專家宋忠平也曾在微博上撰文表示 中國航空發動機的壽命短是致命傷 即有美軍航空發動機壽命的1% 他舉例說 惠普公司為美軍研製的F-119發動機 壽命可達到12000小時 而共居窩山時 發動機壽命僅有1500個小時 其關鍵是在於高溫材料的耐受性不佳 由於中共想攻打臺灣企圖 已經昭然若揭 美國已經警示中共 華府對俄羅斯入侵烏克蘭所協調之制裁措施 應該被視為對中共的警告 有消息人士告訴路透社 華府已經加強討論機制選項 而其歐盟也正面臨來自臺北的外交壓力 要求採取相同的行動 不過 由於中共在全球經濟角色吃重 所以爭取對這些制裁行動的支持 將會比制裁俄羅斯困難許多 當然 美國也不只是討論制裁中共 同時也在幫助臺灣 美國2022年臺灣政策法審查會經兩度延後 14日由美國國會參議院外交關係委員會宣布通過 根據此法 美國將臺灣指定為北約以外的重要盟友 並在4年內提供45億美元的安全援助 加速臺灣的軍力現代化 也將把TECRO更名為臺灣代表處的授權 改為建議 這項法案被視為是自1979年臺灣關係法之後 美國重塑對臺關係最全面的一次 民主黨參議員外委會主席梅南德茲受訪時表示 此法案代表著美國對臺灣的支持堅定不移 而且通過的版本在象徵性條文上有些許修改 像是駐美代表處的更名 美國在臺協會處長任命需國會通過兩項條文 改為建議性質 而其他有關國際參與 互安全 經濟實質的內容等 皆沒有異動 民進黨前立委郭正亮在《明亮看世界》的節目中分析道 《臺灣政策法》等於美國直接向中共攤牌 實質改變了既定現狀 並往前走了一步 無論中共政府做出任何反應 美國都將取得優勢 而且該法案顯示出了美國對臺灣的現狀感到著急 認為臺灣軍事準備上仍然不足 所以美國決定全面介入軍事決策 規劃以及計畫落實 甚至年度評估 根據中央社15日的報導 國立政治大學 東亞研究所的特聘教授王信賢接受採訪時指出 臺灣政策法案應該是G1979年臺灣關係法以後 美國對臺灣最綜合性的法案 幾乎觸碰了中共的所有核心利益 包含主權 安全等議題 他表示 這件事讓美國對領案議題更加戰略清晰 而且已經從法律上規範了 美中戰略競爭已經步入了涉台法理競爭階段 他還表示 法案有部分修正只是戰術上的調整 戰術配合戰略 但戰術會調整 北京仍會認為美方在切香腸 最後 美齡來做一個總結 我在節目中講到 中國二十大人事佈局漸漸明朗化 網路傳出一份入常名單 該名單跟專家們分析的有雷同之處 另外 我還要提及 軍事專家揭露共機具有發動機壽命太短的心臟病 最後 我講到 美國通過《台灣政策法》來力挺臺灣 好的 今天我們就說到這兒 懇請各位訂閱 分享和點讚 您的支持就是我做好節目的最大動力 也歡迎您在下方留言 發表高見 第一時間 時評在先 我們下次再見 MUX MUX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